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分享的信息是属灵的人 请我们一起翻开新约圣经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到十一节 请听神的话 弟兄们 论到属灵的恩赐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 随时被牵引 受迷惑 去服侍那哑巴偶像 这是你们知道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 被神的灵感动的 没有说耶稣是可咒主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恩赐原有分别 圣灵却是一位 执事也有分别 主却是一位 公用也有分别 神却是一位 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 是教人的益处 这人蒙圣灵 是他智慧的言语 那人也蒙这位圣灵 是他知识的言语 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 赐他信心 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 赐他医病的恩赐 又叫一人能行异能 又叫一人能做先知 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 又叫一人能说方言 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 所运行 谁己意分给个人的 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 根据十二章一节所说的 弟兄们 论到属灵的恩赐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看起来 使徒保罗好像是要讲 关于属灵恩赐的事 但是在这个属灵的恩赐 恩赐两个字旁边有点点点 就表示这个字是加上去的 这是中文圣经合一本的翻译者 根据第四节所说的恩赐 他加上了这两个字 这样的加注 原本是希望可以使得前后文更加的遗致 能够更容易的连贯起来 但是加上恩赐这个字之后 却反而使得使徒保罗 所要表达的主要信息 失去了焦点 属灵的 这是个重要的形容词 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中 一共使用过二十四词 而其中在哥林多前书这一卷书信中 就用了十五次 并且这个字通常是不和恩赐一起合用的 根据经文在第二节所提到的 做外邦人的时候 随时被牵引 受迷惑 去服侍那亚巴偶像 这是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他们在还没有信主之前的一种光景 因此第一节所谈的这个属灵的 应该指的是人 而不是指恩赐 连结第四节之后所提到的恩赐 就是与使用这些恩赐的属灵的人 有关系 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人应该会有的特质呢 一个属灵的人 他一定会遵耶稣基督为主 他会能够为着荣耀神而活 这样的人 在圣灵的引导和感动底下 绝对不会与基督为敌 他更不会去咒诅基督 使徒保罗在第一节的后面说 认到属灵的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说呢 原来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他们过去在不信的时候 他们被迷惑去服侍那些偶像 他们就好像是一个不自由的人 他们不是自愿跟从这些偶像 他们乃是被控制住了 他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在此处 这个随事 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 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被牵引着走 这样的牵引 是让他们毫无选择的 被带到那个哑巴偶像的面前 但是 如今他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之后 他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 他们就不再这样子了 他们乃是在圣灵的引导和感动底下 做所有的事 他们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人 什么是一个属灵的人会有的特质呢 在第七节说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 是叫人得益处 一个属灵的人 不但会尊耶稣基督为主 会荣耀神 他会使得别人 因他来得到益处 从第四节开始 我们发现 使徒保罗提到许多的恩赐 首先我们要留意 恩赐是从哪里来的呢 第七节告诉我们 是因着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 圣灵赐下这些恩赐 他有什么目的呢 第七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是叫人得益处 在此处的人 是指的每一个个人 也就是说 恩赐是神借着圣灵赐下来的 不论是哪一种恩赐 他的目的并不是叫 得着这些恩赐的人 互相去夸耀 乃是叫众人 因着这些恩赐 可以得着益处 为什么使徒保罗 会这样子说呢 因为在当时的 哥林多教会中 有许多的恩赐 这些拥有恩赐的人 他们并不明白 他们这个恩赐是圣灵给的 他们在人的本性的败坏和软弱中 他们会认为说这是他个人的特色 是他的才能 所以他们就开始互相的比较 以至于他们产生 至高至大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把恩赐看作是可夸的 认为自己有了这些恩赐 就超越过其他的人 以至于恩赐 就变成他们的高傲 使徒保罗在此处苦口婆心地教导他们 是的 圣灵固然会有不同的赐予 但是赐下恩赐的是同一位圣灵 圣灵是不会自己对抗自己的 所有的恩赐都是能够对教会 对人有益处而赐下来的 在八到十节 使徒保罗也提到许多恩赐的项目 他的目的不是告诉我们 到底有多少种恩赐 或是解释这些恩赐有什么不同 当然是要强调恩赐的源头是圣灵 也就是在十一节所说的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 随即亦分给个人的 请注意赐下恩赐的是圣灵 是同一位圣灵 因此所有属灵的人 都应当要用圣灵所赐的恩赐 来互相合作 来达成使人得益处的目的 千万不要在所得着的恩赐上 来互相较量 彼此增进 以至于把同工 把弟兄姐妹当作敌人 当作是竞争者 不但没有互相的造就 反而造成彼此之间关系的紧张和破坏 而使得教会受到了亏损 因此重要的是要成为一个真正属灵的人 而不是去比较谁的恩赐大 谁的恩赐多 谁的恩赐小 谁的恩赐少 重要的是能够容神一人 而不是有了恩赐 却成为一群自高自大 混乱教会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属灵的人 神盼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 是他好用 也喜欢用的器皿 是容神一人的器皿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感谢你把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更感谢你将圣灵赐给我 使我成为一个真正属灵的人 主啊 求你帮助我 成为一个真正能够容神一人的人 不但使我能够顺服圣灵的运行和感动 更可以在凡事上来荣耀你的名 记得圣灵所赐给我主般的恩赐 来使得我周遭的人得到真正的益处 这样子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